北部东部都会下雨 提醒民众特别注意 那么另外要来看到的是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位于加州旧金山的加州 当地时间28号早上 金船是遭到歹徒闯入 他的丈夫是遭到袭击 受伤送医 小一行行要交给国际中心的记者 陈陈泰 好了 主播 这个美国媒体报导 这个歹徒闯进裴洛西的住家中之后 是大喊了Nancy在哪里 Nancy就是裴洛西的名字 所以很显然 这个歹徒是冲着裴洛西而来的 那么根据警方表示 当地时间28号大约凌晨 2点27分的时候 旧金山警方是派出了 远警到裴洛西的住家 当场发现说 这个歹徒跟裴洛西的丈夫 也就是保罗裴洛西 正在抢夺一把锤子 那么就在嫌犯抢到锤子之后 严重袭击了保罗裴洛西 然后警方就立刻制服歹徒 解除了他手上的武器 接下来就为他上铐 那么接着保罗就被送往医院急救了 除了瘀伤以外 双手也有重伤的态势 颅骨头部的颅骨也有骨折状态 不过已经接受手术完成了 目前已经没有大碍 至于裴洛西得知消息之后 他是从美联社直击 从东岸的华府 直飞到加州的旧金山 然后直奔医院去探望他的丈夫 那么现在嫌犯已经被逮捕了 身份已经确认是一位42岁的男性 他的名字叫David DePayne 美国媒体是有指出 他是一名裸体主义者 他有参加过裸体的游行 那么接下来他也是发表过一些 极右翼阴谋论的文章 他也是极右派主义分子 只是警方目前还没有清楚攻击 他攻击的这个动机 到目前为止是还在调查当中 那这件事情传出之后 总统蔡英文和外交部长吴钊燮 也已经在第一时间 请驻美代表和旧金山办事处 向裴洛西跟他的家属 表达诚挚的慰问 至于立法院院长尤锡 他也是强烈谴责暴力 他在推特发文 祝福保罗早日康复 以上主播 好那么接着看到 俄罗斯总统普琴 27号在俄国智库年会上面 发表了一段外交政策演说 针对全球的问题 还有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 阐述了自身的观点和态度 详细内容我们要再继续交给陈泰 好了主播 普琴的态度和观点 他提到了一个重点 他就说这未来十年 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以来 是最危险的十年 那么普琴在这长达 三个半小时的 演说和问答之间 他就有说西方是咄咄逼人 然后试图一手掌握 或统治人类 让全球人民都已经忍不住了 没办法再忍下去了 他也说现在世界 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 西方主宰世界事物一体化的时代 慢慢的正在走向终结 不过他也有说 俄罗斯其实不是在挑战 西方的精英了 其实俄罗斯只是在维护 自己的生存权 那么他另外也有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就在俄国和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交火之际 整个西方都在攻击俄罗斯 也想要摧毁俄罗斯的经济 他就有说到 美国还送价值好几十亿的 军援到乌克兰 普京就质疑了 就在这种时候 西方国家到底为什么要毁掉 跟中国的关系呢 为什么要跟中国不好呢 他们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理智 简直是违背常理 也违背这个逻辑 尤其是八月份的时候 普京就认为了 这个裴洛西访台 挑衅中国就很没有意义 除此之外 他还把裴洛西称作是老女人 到底怎么说的 带来看 好 普京之后就还有在说到 美国现在跟中国和俄罗斯都不好了 看起来好像是在精心策划什么东西一样 但其实没有 他就说就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普京也表示西方国家是在玩一场 这个危险还有血腥 以及肮脏的游戏 他就特别赞扬土耳其跟中国 虽然这个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 不过他又赞扬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段 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领袖 而且他们两国是有共同 非常多的共同利益 至于中国大陆 他就说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 那么他也说到两国关系也是非常公开 而且是非常有效的 除此之外普京也有继续指控乌克兰 他们是有制造脏弹的技术 应该是要被揪出来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 各方都还是没有看到更多的证据 说乌克兰有在制造脏弹 以上主播 我们谢谢陈泰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不过让普京同样很头痛的 还有乌俄战争 目前分东线跟南线 双方持续在激战 南部的赫尔松 乌军是慢慢反攻 不过进展有限 而俄军是开始挖壕沟 似乎想要先死守 等待新征召的士兵来支援 那么乌冬战线则在巴赫姆特 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俄军的目标是想要拿下盾内刺客 帮普清扳回颜面 从车上抽出又大又重的炮弹 乌克兰炮兵忙碌的一天开始了 翠绿大草原上朝着俄军位置 两套榴弹炮连发 西方军援给什么 乌克兰前线就打什么 为了赶走俄军 收复家园 对这群士兵来说 连好好睡个觉都很奢侈 南部地区就是目前最重要反攻战线 赫军为了阻止乌军前进 从大本营赫尔搜 朝着尼古拉耶夫发射飞弹 乌克兰电视台记者 亲眼目睹乌军出动反击 CNN记者穿着防弹背心 戴上头盔来到赫尔松最前线 穿梭在蜿蜒沟之中 稍稍抬头就能看见俄军所在位置 草地树林间有废弃俄罗斯坦克 还能看到急速战弹壳 乌克兰士兵承认 手上军火似乎不太够 原本在赫尔松地区 闪电反攻迅速推进 现在变成漫长的豪狗战 连俄罗斯国防部这几天 也不断强调挡下乌军攻势 不过几乎所有聂伯和俄军 补给桥都已经被切断 乌克兰继续朝赫尔松挺进 只是早晚的问题 明明情势不妙 为什么俄军还不撤 除了赫尔松战线 乌冬顿内茨克的巴赫姆特 也陷入地面激战 俄军炮火射完一轮 换乌军打回去 不过在巴赫姆特 掌握主动权的是俄军 俄罗斯在乌冬积极进攻 想拿下整个盾内刺客 给普钦一个交代 而两军护轰死伤不断增加 来自美国24岁支援兵琼斯 8月在乌冬战死 遗体被俄军收走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区 等待俄军人跟身上来 CNN记者跟着乌克兰国会议员 来到扎波罗热 高举白旗安排两小时停火 终于换回大兵遗体 穷斯的妈妈听到消息 感动落泪 美国国务院也证实 遗体会尽快运回美国 交给家属安葬 TVS新闻综合报道 俄乌战火开战至今200多天 欧美援助精锐军武 数万人死伤 难民上千万 全球经济损失 近三兆美元 普京发出威胁 调派末日核武器 媒体报道 美方不排除发动斩首行动 北约与俄罗斯 核武演习双登场 动物战争 真有可能升级核大战吗 请锁定TVBS新闻台 乌俄核战尾机 休息一下 稍后看到花莲的潜水爱好者 组成了近海联盟 还清出了15公吨的海费 广告之后有完整资讯 马上回来 现在还要麻烦你去 慈善宫的榕树下集合 没有方向 我要自己想办法吗 对 录一个美食节目的时候 实际上